一方面商家竭力促销的两大节日 其中之一西洋情人节就在这个礼拜五 这次情人要送花的话 恐怕要先摸一摸荷包 因为台湾的花价大涨了一番 老板我要订花 送给女朋友的是吗 送给女朋友 然后请问一下你们店里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话 今年 还没有空出门订花吗 现在让网路科技来帮你搞定 国内有花店业者在店里搭起了摄影机 从选花开始 透过视讯沟通 全部过程让您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这款可以先送吗 好就这个 线上看满意了在付钱 消费者不用担心订花带送的品质会打折扣 而且全省都有服务据点 花店里这些来自厄瓜多的进口玫瑰捧花 一束十二朵要价两千五 而这是今年情人节花店里最受欢迎的新产品 名字叫做羽毛花 所用的这个羽毛的素材呢 来营造这一盆花的气氛 整体的感觉我们是希望它能让接到礼物的人 感觉到很轻飘飘的感觉 然后并且加上可爱的小熊 会带给人有很温馨的气氛出来 产品推陈初心 但大家的最爱还是玫瑰花 玄瑰捷前夕玫瑰花的价格平均比去年上涨了两成 售价足足是过年前的两倍高 这个夕阳情人节如果想要过的浪漫又省钱 建议您不妨多挑一些像海玉玉金香等价格相对便宜的花财 五下卫星新闻许库山陈俊明台北报道 提到别出心裁 我们来看一下自动洗车 您相当熟悉了 同样的一次给拍下来 回传给送花人 花店里琳琅满目的鲜花 现在您不用出门 在家里头就可以透过视讯 从网站上同步和花店老板面对面沟通 你好我想要定一束花 请问一下你们店里面有什么比较新鲜的花财吗 或是比较特殊的产品 我现在有玫瑰花 还有一些鲜镜的玫瑰花 可以让我看一下吗 老板娘当场拿起一束花来到镜头前给客人看 客人不满意要求换大一点的花束 如果觉得看得不够清楚 或是想当场选花来包装 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在自己的电子信箱里头 收到这样的一封信 进人之后只要把送花的时间地点和对象告诉花店 立刻送花到家 那个花束 可不可以麻烦你下来签收 这样的方式送花 不知道收到的人满不满意 我觉得很惊讶 然后觉得这样子蛮方便的 最后花店还会把对方收到花的样子给拍下来 回传给送花的人 确定花已经送到对方的手里 花500块钱就会有机会抽中一艘速度35节的海雕快 有加那个灯光的金沙花束呢 还是这一束鲜玫瑰鲜花的花束 今年情人节你想送新上人哪一束花呢 以往到网路花店订花只能看照片 现在透过网路试据让你和店员直接对话 我可以先看一下粉红色这一束吗 好 那另外一束呢 我还是决定粉红色的 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买嘛 因为不会说 你觉得这个照片好看 结果实际上它送来的样式不太一样 而且为了保证你在网路视讯上选的花 对方收花石头样子给拍下来 垂传给送花的人 花店里琳琅满目的鲜花 现在您不用出门 在家里头就可以透过视讯 从网站上同步和花店老板面对面沟通 老板娘当场拿起一束花来到镜头前给客人看 客人不满意要求换大一点的花束 如果觉得看得不够清楚 或是想当场选花来包装 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在自己的电子信箱里头 收到这样的一封信 亲人之后只要把送花的时间地点和对象 告诉花店立刻送花到家 那个花束 可不可以麻烦你下来签收 这样的方式送花不知道收到的人满不满意 我觉得很惊讶 然后觉得这样子蛮方便的 最后花店还会把对方收到花的样子给拍下来 回传给送花的人 确定花已经送到对方的手里 在以往的观景里面膜似乎是女性 这里是台中的花卉市场 平常早该休市的时间 现在却依然忙碌 尽管玫瑰花产量今年大量减少 不过情人们的热情却似乎在逐年加温 平均一天才3000把玫瑰的进货量 光是情人节前夕的这一天 就已经超过了1万把 只是在价格上 消费者却没有因为以量制价占到任何便宜 因为今年玫瑰花的产量比较少 那所以说平常之前的批发价格 是差不多一把 是在超过行情价格差不多在100块左右 现在的话是差不多已经涨到300块 就是250块到300 平时国产玫瑰花的价格在产地一直不到8块钱 不过到了情人节就会自动涨三倍 货运到大盘商价格再double 等到了花店还没包装一只再涨个三倍 要价150元 也就是扒了三层鼻之后 账全算在消费者身上 只是爱情价更高 此时的恋人们还真是视金钱为粪土 好过年后 所以国产的花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进口的话 其实在每年西洋前些都会调涨很多 因为全世界都在过这个节日 所以难免花价都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说你找一家有一点点规模 或者你比较能够信赖的花店来定 我想它应该会给你比较合力的下围 总之 尽管情人节时 玫瑰花卖得一年比一年贵 景气也不见得好到哪去 但是利用情人节送束玫瑰表达爱意 却是挡不住的流行 SG新闻综合报道 送花之外 情人节另外一个热门的礼物 就是送巧克力 不过您如果要送我们接下来报道的 这种另类巧克力的话 要先衡量一下 男女之间到底交情够不够呢 因为当场要求修改包装 包君挑到满意 在下订单 情人节您可以亲自跑一趟花店 买花送给另一半 也可以像这样舒服的 坐在电脑荧幕前逛花店 而且还可以及时看到 花店的工作情况 甚至和老板对话 一千元至两千元的花数 大概是怎样的 那可不可以麻烦你拿给我看一下 这一束哦 你可不可以拿一束颜色 比较深的给我看 对对对 因为有了网路摄影机 花店老板就站在摄影机前和您交谈 价钱不满意可以讨价还价 货色可以一挑再挑 如果还不满意 老板当场为您修改 假设说你今天不喜欢我们的配色 或者说你希望花财有所变动 我可以帮你换成红色 或是加个娃娃 这一类的要求呢 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方式来达成一个沟通 以往的网路订花 民众只凭图片决定要不要买 如果收到货色和图片不符 很令人扫心 透过网路摄影机 可以克服这些缺点 满意才下订单 业者很有信心 今年要抢下三成的网路订花市场 SG新闻崇林庄秉君 台北报道 现在还在过年